股票一定要有人做 没有人做的股票不会涨 到底是哪一些股票是有人做 有人在重压的呢 什么是标股 看我节目就知道 什么是预约涨停人生 看我的节目就知道 全国的观众 全国的投资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准时收看决战筹码 你好我是谢一文 今天是2月29 这个四年才也是2月29 希望你不要今天生日 如果你今天生日的话 大概就四年只能过一次 才听得到一次生日快乐 好今天大涨112 上个交易日 礼拜二的时候 夏老师我们跟各位讲 我们说跌的有点出乎意外 但是多头看法还是没有改变 可能整理的时间会长一点 今天再一次怎么样 再一个回马枪 今天怎么样再一次 再一次惊喜 什么惊喜 今天大涨112点 陈家亮不用讲 因为尾盘补量补上去的 今天是摩台结算 这个陈家亮要4168亿 就是说礼拜二大跌 结果今天礼拜四 礼拜三休息 礼拜四马上涨回来 虽然没有涨到那个之前 涨势那么多 可是各位就K线来看 就K线理论来看 这一根红棒 等于说是怎么样 就了这一次的高点 就了这一根黑棒 懂我的意思吗 那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外资大卖 对不对 那今天外资小买回来 投信没有什么改变 他一向就是小买小卖 对不对 投信就是 抱歉都是小卖都是小卖 他没有什么改变 那上个礼拜外资怎么样 礼拜二外资买 今天小买回来 那这个中间一定有转折 我为什么说要把这个转折抓出来 我们要去 各位 这个结果产生了 你先一定要把原因 不一样的地方先找出来 原因先找出来 如果没有找出来 那你就不用什么分析了 对不对 有一种分析叫做 找异类 找便利数在哪里 那今天的便利数 很大的原因在于哪里 为什么我会提外资 外资理论上还讲 今天是应该要卖超 可是今天怎么样 是小买 老师你怎么这么武断 你怎么这样判断外资 外资一定要卖吗 不是嘛各位 你看到今天外资 抱歉 你今天看到台币盘中 涨了一脚多啊 抱歉啦 扁了一脚多 对不起 怎么今天是讲错话 扁了一脚多 那理论上来讲 外资是要抛汇的嘛 要做净汇出嘛 那理论上净汇出 它就是要卖股票 然后才能净汇出嘛 可是没有啊 你看到今天大盘是涨的 而且是怎么样 而且救了这根K棒 救了这个高点 为什么 这个带量下跌 跌破小平台 这个是有点岌岌可危的嘛 礼拜二 可是今天怎么样 再怎么样带量把它涨回来 等于说你补掉了这根K棒 你补掉了这个缺失 你补掉了这根什么 阴线吞噬嘛 懂我的意思吗 那转折在于什么 原因发生在哪里 一页处在哪里 变运处在于哪里 就是外资啊 那外资为什么 为什么会今天买呢 理论上台币扁 今天外资应该要卖啊 他应该要炮灰啊 他应该做净汇出 要卖股票啊 我推论一下 我们常讲分析可以大胆假设 我们推论一下 美国的核心CPI可能要 即将要公布了 我认为会不减反升 也就是说核心CPI可能怎么样 还在陷入所谓的通膨的迷失 所以市场上会反映 反映什么 降息的时间点 可能会持续的延后 甚至于已经有人在讨论 讨论什么 下一次的延组会公布 可能还会不降反升 为什么 因为通膨还是在持续 没有递减到2%或者是2%之下 不但如此 核心CPI就是离民生消费 是最近的地方 他要扣除一些所谓的 比如说房地产 他会扣除掉一些比较不常用的 那也就是说 越靠近民生消费的地方 那一些所谓的物品商品 还是持续缓和的涨价 老师这样我懂了 老师我这样我懂了 也就是说利多会延后 资金的宽松会延后 降息会延后 所以市场上看到 看到什么 股票这个时候还不用续续跌 为什么 股票市场还怎么样 还是会集中在市场上的交易 还是会持续的热 这个跟所有的产业面 基本面没有太大的相关 这反而是筹码面资金线 会流向所谓的资本市场 所以股票怎么样 还有暂时的余温在 还可以怎么样 还可以持续创新高 当然以上是我的假设 答案的公布 就看这几天核心CPI怎么走 公布出来的数值是什么 可以让外资在礼拜二卖股票 而然而怎么样 今天买回来 当然还有一项原因 也是谢老师不全面看空 或者是说我们认为 还是多头延伸的最大原因 原因是什么 期货市场目前外资来讲 还是未平张口数 还是多单3000多口 所以看空的机会 持续看空的什么 看空的想法会比较少一点 会比较温和一点 那外资买回来 当然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再来看其他人怎么分析 那我大致上我就假设推论在 所谓的这个美国核心CPI上面 无论如何都还是要来跟大家 分享讨论一些股票 看到我今天测标 我说大胆广运 大胆微影 甚至于是大胆博程 竟然今天可以拉到涨停板 为什么我说竟然 涨停板不好吗 涨停板好不好 好啊 可是各位 包含利台也是 涨停板好不好 好啊 可是谢老师卖掉了 那你会说老师 你真的是 真的是技术不够 你不够在乎 各位投资朋友 我们先来看哄天蕾好了 来各位 广运在这一根K棒 下跌阴线吞噬 可是它没有量 这一根没有卖 讲一句很实在的话 还可以等一下情有可原 我这一根没有卖 对不对 可是来到这一根K棒 谢老师在电视上直接公开讲 要卖股票了 为什么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这一根K棒 形成的高档 有点双人汛情了 虽然没有完全的 虽然没有完全的包覆红棒 实体K棒没有完完整整的包覆 但是总 以价格来讲 已经有点出现了 所谓的双人汛情 双人汛情要干嘛 就两个情侣在高楼的雷台边 大楼边边 你可想而知他们要干嘛 他们不会是看月亮看星星吧 就是说一个红的 一个蓝的 一个男的 一个女的 站在怎么样 站在高楼上 好像要做一些比较不理想的事情 而且这一根K棒 高档贯穿之后还出现大量 这一根没有跑 叫做情有可原 还可以等一下 可是这一根出现了扎扎实实的技术线型 K线理论的卖点 谢老师公开在电视上讲说卖掉了 对不对 结果今天涨停板 所以各位同志朋友 谢老师说 大胆广运 今天竟然给我拉涨停 真的是有够大胆 来各位 回头来看 各位 从这里开始买 到这里停立 到底是对还是错 给客观自己 给客观自己在心中 注解答案好了 我拿出来跟大家讨论分享 我认为我的停立是没有错的 我认为尤其在礼拜二的 那个大盘的氛围 我认为我是没有错的 好那对错 我是停立 我不是停手 我是停立 错也没有关系 说实在的各位 6125的广运 从低档拉散来出小B 而且过平台高带量 1 2 3 4 5 5K之内出现连续的买点击加码讯号 一路从5字头涨到6字头 涨到7字头 涨到8字头 卖掉以后今天拉涨停 有点小郁闷 有一点小郁闷 好不好 有一点小郁闷 所以我说大胆广运今天竟然给我拉涨停 有点小郁闷 6669的围影 发生什么事 上个礼拜明明转空了 抱歉礼拜明明转空了 唯一能够告诉我安慰自己的 就是他留了个小下影线 唯一能够安慰我的大致上就是这样 那你说他长得高不高 做一个所谓的高档回档修正 合不合理 合理啊 可是今天为什么能够拉涨停 各位教授什么 今天为什么唯一能够拉涨停 好了 礼拜二的下午 二月二七的时候 二月二七号的时候 唯一开了一个所谓的法说 他告诉大家他要引进策略性 投资人要提升他公司的竞争力 我再说一次 他要引进策略性的投资人 要提升他们公司的竞争力 什么叫策略性投资人 我可能要对我的水平厂商 或者是上架垂直整合的厂商 上游或者是下游 我希望我得到更高的利润 或者是技术 资金我相信是不用 所以怎么样 所以我要引进这样的投资人 我希望他来下我的order 或者是来买我的东西 所以我宁愿怎么样 可以让他用私募的方式来募股 我可以怎么样 你给我单 我给你分论 你懂我的意思吗 那这个在市场上有没有用 非常非常的有用 我们举一个国内的例子好了 一档叫做大立光 一档叫做先进光 以前大立光每天都在告先进光 每天发新闻稿批判他先进光 为什么 因为他有四个工程师离职之后 跑进先进光 让先进光的业绩大幅的提升 可是各位 股价也没有因此而涨 没有 反而是专利于前之战怎么样 打得如火如荼 最后和解大立光用入主 应该讲入股 入股先进光的方式 达成了所谓的协议 来各位 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 从敌人变成沁家 他的股价可以从两位数字 来到三位数字 来到两百多块 那这个是不是一个所谓的 引进策略性投资人 一个最好最好国内的案例 当然是 解决了官司 也解决了所谓的 有人要说 本来说大立光要把先进光 整个病掉 结果是采用所谓的合作的模式 来创造所谓的双赢 这样的结果是市场上乐意见到的 所以引进策略性投资人 是一件非常好非常好的事情 所以市场上 今天给他一个所谓的高度的评价 来到涨停板 把所谓的逆势的K棒 反转将近 极为弱势的礼拜二 到今天礼拜四 隔一个交易日 变成是怎么样 涨停板的评价 如果真的是 引进所谓的策略性投资人 做私募 来提升所谓的竞争力 市场上最好最好最好最棒的例子 就是谁你知道吗 我刚刚举了一个国内的例子 对不对 近期来讲 就前一个case 前一个引进所谓的私募 引进所谓的策略性投资人 是谁你知道吗 叫做2465的美丽的台湾 美丽的台湾 美丽的台湾是谁 你知不知道 叫做2465的美丽的台湾 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决战筹码 叫做2465的美丽的台湾 我们为什么提早卖掉它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它被警示了 长太夸张了 起得太胸了 长得太夸张了 那卖掉它对不对 老师今天创高 今天盘中还有涨停又出家 卖掉它对不对 你可以说我错 因为你的价格已经超过十几块 已经超过一成 你可以说我错 可是各位我不管怎么样 我是挺利 我不是挺损掉 而且我是买两次 我是平均价格 绝对每一个会员都是在80块以下 没有的话来找谢老师要钱 买两次 然后平均价格都在80块以下 平均价格80块 第一次还买60几块 所以每一个人的平均价格都很低 绝对不会有赔钱的状况 那我是执行停力 我执行停力的目的在于哪里 来各位 厉害 它本来被警示只有5分钟一盘 结果你现在看 它现在是多少 它现在是20分钟一盘 就是说 在警示的过程当中 它还持续的涨 持续的飙啊 那20分钟一盘我受不了啦 我相信市场上的大咖们 也受不了啦 那不该算啦 20分钟一盘 这要怎么操作 会有点困难度 所以我在 所以我把它卖掉的原因在于哪里 是因为各位 它进入了警示之后本来是5分钟 结果不但是20分钟一盘 而且3月10号附近才会恢复嘛 那我就先卖了嘛 那我就先卖的 那今天盘中拉涨停板 你要说谢老师错 其实也没有错啦 我等了那么久 只有插一根涨停 我们之前在转这一根的时候 转得多快 转得多快乐啊 对不对 这一波我们转得多快乐啊 是不是 那么久的时间来插一根插两根 先不要讨论对跟错的问题 我们先来讲 什么叫做近期来讲 前一次里面私募 引进策略性投资人最成功的公司 美超围发布消息 说我们要丢订单给台湾 美超围创新高 台湾的供应链 一大堆股票 包含机壳 包含三二 跟美超围有关的 包含 包含板卡 创新高涨停板 大家都听过 可是过年之后 那些股票稍微就有回档 就只有这一家 2465的美丽台湾 他不回档 他被关紧闭之后继续涨 为什么呢 因为他引进策略性投资人 是非常非常的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每一个人都知道 为什么 他跟两家公司 我们刚所谓的引进私募 那这两家公司 是什么的呢 一个在做高阶伺服器 一个在做高阶散热 那老师 那表示利台要介入AI了 这个是非常明显的事情 可是你引进策略性投资人 你引进的技术 你没有order没有用 不然人家给你买 你研究那么多 要做什么 对不对 反正你拿不到担担 你会许会这么讲 你只有技术没有用 你拿不到订单 你没有订单 对不对 而且你一开始要花很多的研发费用 好问题来了 引进这两家公司 我刚所讲的高阶伺服器 跟高阶散热 这两家公司的老板是谁 梁建八梁建达 老师还没听过 对 还是郭富城跟刘德华 梁建八跟梁建达 这两位是谁 是美超为老板 美超为老板是谁 梁建后 的两个胞弟 两个弟弟 老师那他刚好 美超为说 要找台厂供应链 立台就说 私募6.69亿 给两家台湾的 两家公司 两家公司刚好又是做 AI伺服器跟高阶散热 这两家公司的 负责人又是 美超为的胞弟 又是他的亲弟弟 如果我讲到这里 你还听不懂 那我告诉 送丰送你一句话 叫做肥水不漏外人庭 我丢订单给你 你尽量做 我说你刚才尽量做 但是怎样 你要奔一些理顺 让我们小弟 请问你股价好吗 请问你股价会不会漏 请问你股价会不会漏 美超为创新高 你觉得立台 会不会连动到 会不会连动到 会带到去 我本来 比如说我本来 一年也能探2块 我为了这个担当 刚开始而已 这个 毛利率很高的嘛 因为刚大家都开始 走在成长期而已 从草送到成长期嘛 这刚开始在成长期而已 结果我现在毛利率很高 我本来说现在能探2块 为了这扇担当 高阶伺服器也好 高阶伞略也好 美超会把我做屁股 屁股有什么意思 就是说 担当他就 不要说无限量供应 他有投资 没可能说 不但扔担当我 绝对让我够 绝对让我够 让我立台够够 不然2块 反正变3块 变5块 变8块 你觉得他的股价会不会漏 你觉得这股价会不会涨 所以各位 策略性投资人提升竞争力 最成功最成功最成功的案例 伪创不是首例 真的是 不是患难见真情 好兄弟 我们一起打拼事业 不是 不是 这个叫肥水不乐外人田 最成功的案例 就是2465的立台 各位 我不用在这个消息出来之后 跟各位分析讨论分享 为什么 起涨之时就已经在筹码上 出现了好好的买点 所以我可以买得低 所以我可以买得多次 所以我的平均成本可以很低 所以纵使是今天涨停板 礼拜二大涨 我都不会觉得很可惜 为什么 因为在起跑点上面 我就赢了别人了 我的成本 我的外成本水平 比人家低了 很多人就是涨香礼拜 不是不好 也是会坦 也是有坦 但是他会坦得心惊胆跳 为什么 如果你的成本是建立在于这里 你一下崩吹草动 或者是长相隐线下隐线 或者是你收到的讯息 他即将会被警示 你有什么都给他买掉 坦了有限于我 每天 每天走 这就是我们有没有去 有工具有方法 有决战筹码的好处就在这里 对不对 所以最成功最成功的 拿下所谓的 提升所谓的公司竞争力的方法 有时候是靠私募 有时候靠法说 那像那个围影就靠法说 法说我跟你说 我把引进策略性投资人 好了 等一下要进广告 不要转台 为什么 下一阶段我要告诉你 哪一档股票在明天下午 要出现法说 很重要的关键点 他去年是赔钱的 低档 高档开法说 有可能是利多出货 低档开法说 最有可能是什么 不要转台 等一下跟你揭晓 所以各位 在广告当中 先打电话来我们公司 或者是先加入 谢老师的LINE 我们先进广告 027525868 27525868 超顾28大优惠 今天优惠只要28 只要28倒数一天 精致一档 机会不再 刷专线 027525868 275258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欢迎回来 所以说有时候思路 或者是引进策略性投资人 真的真的会造成股价 一波大涨 利台就被我们抓到了 那明天有一家公司 在下午盘后 下午要开法说 你说高档开法说 有点危险 可能会利多出境 我跟你讲 我们最近的订单很好 怎么样 高档其实怎么样 趁着箭报涨停板 大利多的时候出货 有这个可能 可是各位 去年赔钱 我公司要躲起来 我还开什么法说 我怕被投资人骂 怕被记者提问 我怕被法人说 你为什么去年绩效这么差 怎么公司做到赔钱 去年赔钱 股价在低档 却告诉你 主动跟你讲要开法说 来各位 从600多块的股价 来到剩下200块 200多块 我真的要求 低档开法说 会不会有什么好消息公布 会不会有 买点出现 小涨一段横向整理 又即将让它第二段突出 又要突破了 又要带量突破了 所以各位 想不想知道这一档股票 明天早上丢给各位 所以你现在先加入赔钱 你就可以知道 明天下午是哪一家公司要开法说 我们可不可以先买 懂我的意思吗 今天所有打电话 接下来的投资朋友 全部228大回馈 最后一天 因为今天刚才有229 最后一天 加入谢一文谢老师的赔钱 打电话给我 明天早上 立刻带你做这档股票 我们明天见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